近几年对于那些爱好旅行的爱车人士来说 可以用来作为旅行的车很多 有传统的轿车和MPV 但是他们都被兼具两者优点的SUV给打败了 现在市面上主流的SUV都兼备轿车的动力 以及操控以及MPV的大空间优点 这也是为什么国内现在热衷于自驾游的人都首先考虑SUV的原因 标志本来是一个不做SUV的汽车企业 因为他们本国市场对于SUV并没有像国内这样的火热 相反他们却更喜欢轿车和MPV 但是在国内的合资车企想要发展 那他们的战略就必须与市场的方向标保持一致 标志也不列外 早先造出来的3008 也只是一台打着Crossover旗号的跨界车 但是却不能得到市场的认同 最终在3008第二代的时候 此车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台SUV 并且它还根据市场需求将轴距增加了55毫米 因此在国内它也叫408 如果你们要问我为什么SUV适合作为旅行车 那么你看到这台408 你可能就知道答案了 它有着市面上几乎所有的主流配置 下面我来说说 它的高配GT版本车型所存在的以下三个优势 首先标志4080一款出世性 以及操控性 做得非常优秀的SUV车型 真皮座椅以及真皮小型方向盘 座椅包裹性做得很不错 减轻驾驶疲劳感很有帮助 真皮小型的方向盘 有些觉得小型方向盘不好 但是我觉得这是标志故意为之 它并不是不好 这是为了减轻驾驶强度 提升我们的转向手感 方向盘后面是一套电子助力转向系统 它的转向手感随着矿变化 低速时的轻变到高速时的沉稳 以及过弯时的精准度 进弯道以及出弯道 根本不需要过多的修正 还有弹性十足 坚固支撑和舒适性的悬架系统 一切都是为了良好的舒适感 以及优秀的操控性而带 噪音的隔断也是很有成效的 即使车速达到了120千米每小时 但是在车内依旧能保持紧 一点也不影响交流和听格 此外双驱空调以及后排出风口 也是主流该有的它都有 其次标志4080 是一款非常注重安全方面的SUV车型 有安全气囊前排双气囊 前排座椅侧气囊 前后贯穿式侧气帘 ISOF IX 而同安全座椅固定装置 ESP电子稳定系统 前后雷达等等 此车搭载的ADAS驾驶辅助系统 可以实现自适应巡航 车道保持 盲区监测 以及紧急制动辅助等功能 这些东西不正是我们长途旅行时 跑高速所需要的吗 它能够让你的旅途变得更加有保障 最后 标志4008还是一款动力非常强劲的SUV车型 380THP波轮增压直喷发动机 采用高效的TWINS PRO双波管波轮增压技术 CVVT连续可变进气正式系统 高压缸内直喷技术和全铝合金轻量化设计 以功率150千瓦 牛举280mm的强劲表现傲视同侪 700公里油耗 更是仅在7升左右 成就出色的动力性与燃油经济性 这台发动机带动质量1525千克的车身 也是戳戳有余了 不管你是超车还高速行驶 它的动力随时供你调配 总之标志如今虽然是一个并不怎么被国内市场认同的合资车企 但这并不代表它造不出实力强悍的SUV车型或轿车 像我们今天的主角标志4008 可谓是充分的诠释了标志这个老牌合资车企所具有的实力 毕竟如今同价位的合资车型中 能够在舒适性、操控性、安全性和动力性能 以及燃油经济性碾压标志4008的SUV还真的没有 我可以看到你 我可以看到你 我们就让你 你按一按摩 不要 我可以看到你